双手溃烂案例 张先生中风偏瘫卧床四年 失语且丧失生活自理能力 长期服用各类新药多达八种之多 2019年11月16日 右手中指与无明指指缝之间破皮溃烂 两到三天迅速蔓延至全手掌及手指 家人用双氧水和点酒消毒清洗两天 发现情况越来越严重 父亲的整个手肿胀严重 手指负肿胀至半透明状 并且手臂也开始肿胀起来 父亲痛得夜不能眠 白天食欲和精神状态越来越差 在我极力劝说下 家人同意我用原始点的方法为父亲调理 11月20日第一天用吹风机和烤灯 前三天未使用任何水清洗 不停地在渗水处撒姜粉 若组织液冲吸了 就用棉签粘掉重新撒 照烤灯或包扎好后贴暖贴 每天各换两次裹了姜粉的棉花球 吸收组织液 尽量保持手部24小时外热源及透气干燥 内热源采用了红身水和温热性食物 第三天已经可以安稳地入睡了 吃饭胃口也好了一些 手臂肿完全消掉 手掌肿也消了一大半 一周后肿基本消退 只有中指和无明指指根含有些红肿 开始熬淡姜水清洗整个手部 擦干后撒姜粉开始烤灯 一天只用更换一次裹了姜粉的棉花球 十天后手部基本恢复正常 手掌及手指溃烂不韦 生出心脾 精神状态一天比一天好 脸色也比之前红韵 现在每天都睡得香甜 感恩张医师感恩原始点 二十四天前后比对 处理前处理后